大家好,欢迎收看游文贝子学院为您提供的TML5加CS3轻松入美实战视频教程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文字运营与自动化行 那么主要的内容就是讲解CS3中与文字字体相关的一些属性 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比如说Text Show的属性,Work Black,Work Wrap属性等等 那么我们科学的目标就是掌握Text Show的属性来给页面的文字添加印效果 然后掌握World Black属性,让页面的文字自动化行 掌握World Wrap属性,让浏览器在长单词或是很长的URL地址的中间进行化行 那么掌握如何使用浏览器 在文字,在显示文字的时候使用我们服务器端的一个文字 好,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科学目标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Text Show的 那么Text Show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Text Show的属性的一个使用方法 在CSS3中,我们可以用Text Show的属性呢 给我们页面上的这个文字呢,添加一个阴影的效果 那么Text Show的在CSS2.1的时候呢,是被删出来的一个属性 但是呢,在3.0的时候,在CSS中呢,又恢复了使用 Text Show的这个使用方法 那么Text Show的,它总共有这个四个值啊,四个值 那么四个参数,参数值 第一个参数值,它是表示的这个阴影离开我们这个文字的时候的一个横方向的一个距离 那第二个参数值呢,是表示阴影离开文字重方向的一个距离 好,第二个参数,表示重方向 一个横向,一个纵向 那第三个呢,就是表示了这个阴影的一个模糊值啊,模糊了一个半径 好,然后第四个就是Color啊,这个是代表了这个阴影的颜色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这个开发环境里面来进行一个演示 新建项目 文字 阴影 与自动化行 好,然后呢,新建一个index 打错了 重购一下 重秘密 index 好 标题呢,写上去 文字 阴影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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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阴影 呃,这里呢,呃,这里呢,我们在这里定一个h1 好,然后呢,我们给这个h1呢,加一个文字阴影 好,在这个里面呢,style h1 呃 text 呃,show的 它有四个值 第一个值呢,横方向的这个距离 那么横方向呢,我们给它设置为15 15个px,15个像素啊,px 中方向呢,也是15px 然后这个半径值呢,我们先给它设置为1 颜色,我们给它设置为f 呃,黑色吧,000 好,然后呢,我们打开一面 好 那么在这一面里面呢,我们就明显的看到了这样一个阴影啊 前面是我们的文字,后面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阴影部分 好,那么我们呃,来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字 阴影text of showed的一个基本使用方法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下一个 位置的这个移动 那么text of showed所指啊,所使用的这个参数中呢 前两个参数是 阴影离开文字,横方向和重方向的这个位移距离 那么使用的时候呢,这两个值必须必须有这两个值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值,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值给去掉 那么它就不会有啊,不会有效果 好,这是这个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 阴影的模糊半径 text of showed属性的第三个参数值就是阴影的模糊半径 那么代表阴影向外模糊时的一个模糊范围 好,那么刚刚呢,我们这里设置的是一个像素 好,一个像素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样式的话是这样啊 有一点点模糊 那么我们把它给设置为三个像素看一下 好,那么就比较模糊 然后再设置一下,那么设置成五个像素 好,就很模糊了 那么设置大一点 然后比如说十个像素呢 好,十个像素就非常的模糊了 那么数值越大 它的这个模糊值,模糊的效果呢就越了一个 那么像比如说现在是100了 就就根本就看不见效果了 比如说改的小一点20 那么还可能或许会看到一些啊,一些阴影 好,那么这是第三个这个阴影的模糊半径 然后下一个是这个阴影的这个颜色值啊 text of showed属性的第四个参数值呢 就是设置我们的颜色 那么可以,它呢可以放在三个参数之前 也可以放在三个参数之后 好,当它没有指定颜色值的时候 会使用color的这个颜色值 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把它放到前面能不能显示 好,放在前面 然后我们在这里刷新 好,同样的能够显示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给去掉呢 把它给去掉 好,去掉之后发现 颜色值去掉为什么它还有颜色呢 好,那么因为当我们把这个去掉之后 它是默认继承的是我们he的这个color的颜色 he的颜色 那么he默认的颜色呢就是黑色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he定一个颜色 好,比如说我们给它定一个绿色 那么这个阴影的颜色呢 它同样会是绿色 好,我们刷新来看一下 阴影的颜色同样是绿色 那么这就是当我们没有没有指定阴影的时候 没有指定阴影的颜色的时候 它就会使用默认的这个color的颜色值 好,然后第五一个 指定多个阴影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text的需要的属性 来给文字呢指定多个阴影 并且呢针对每个阴影呢 使用不同的颜色 那么针对每个阴影的时候呢 指定我们每个阴影的时候 我们使用逗号 英文的逗号将它呢 将阴影进行分割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先把这个颜色给去掉 这里已经有一个阴影值了 那么我们把第一个呢 我们给它设置为黑色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 刷新一下 好,黑色这是第一个 然后我们在后面 加上一个这个英文的逗号 好,然后设置它的这个 重坐标的这个纵向距离 好,那么这里是15 那么我们以倍数来翻倍 好,15 然后我们翻一倍 好,30 30px 好 横向30 纵向30 模糊半径不变 1.420 模糊半径我们给它改的小一点 改的小一点呢 我们可以看清楚文字 看清楚文字 那么这里呢 前面的也该改为五个像素 好 五个像素 那么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阴影 那么第二个阴影呢 我们给它设置另外一个颜色 那么这个颜色的话 我们给它设置为信号 F60 好,信号F60 橙色 这是两个了 然后我们设置之前呢 我们设置第三个之前 现在看一下两个可不可以 好 两个可以的 因为我们这里已经看到两个阴影效果了 我们来设置第三个 英文的逗号 然后 那么第三个呢 翻臂的话45像素 45像素 模糊值五个像素 颜色的话 绿色 好,绿色 这个时候刷新看一下 好 黑色 橙色 绿色 三个这个颜色字 三个背景 那么 这就是我们这里的 这个指定多个阴影 好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的这个Text Show的文字阴影的这个讲解呢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Wordbrack 它呢 是用来定义我们浏览器的这个文本进行自动换行 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个Wordbrack之前呢 我们来看看浏览器对默认的文本的一个换行处理方法 那么这里呢 我首先新建一个网页文档 index2 然后标题呢 我们给它把标题复制过去 TextShield H1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在网页上去找一个文本 找一个新文单 新闻 随便找一个吧 好 找一段文字 那么这里的文字 我把这段文字呢 给复制一下 好 然后在下面呢 在这里写入一个P段落 好 在中间呢 写入这段文字 然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浏览器来预览一下 好 我们打开之后呢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里呢 我在找一段英文的这个代码 和它进行一个对比 好 英文 那么直接就输入英文去找一下 这里有翻译 那么把这段文字给翻译一下 虽然说这个百度翻译可能不是很精准 那么可以将就的用一下 好 然后复制过来 在这里呢 第二个段落 P 好 这是英文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刷新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默认处理方式 我们把这边给缩小 放大一点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逗号 对不对 如果我们把这里给放大的话 后面的文字会被 会 补充上来 补充上来这里的空隙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里缩小 那么这里会掉下去 这边会掉下去 默认的这个换行 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的换行的话 它有 它称之不齐 称之不齐 比如说这里 在英文模式下 那么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单词 放 然后后面呢 有个风 那么这个单词呢 它就放不下 放不下 它会提前换行 但是提前换行的话 这里就会留下很大一段空白 那么中文也同样的 中文的话 它不允许这个逗号 在这个一行之前 每一行文字之前 比如说现在这个逗号 到最后 那么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缩小一下浏览器 将它放到开头 好 缩小 缩小 它不能让这个 逗号在前面 不能在逗号在前面 因为它自己补充了一个数字 把上面数字掉了一个下来 把前面的这个文字呢 掉了一个下来 明明这里还可以放下一个好字的 但是呢 它把它掉下来了 掉下来放在开头 那么 这就是浏览器的一个 默认的一个处理方式 对中文 对中文的话 就是不允许这个符号呢 显示在开头第一个文字 那么英文的话 它就不会对这些单词呢 进行一个拆分 不会对单词进行拆分 那比如说长一些 长一些的话 那么 这里在这里 然后前后 按的 按到后面呢 这个呢 它就不会 它就 这个就不会在这里显示 会掉下来 就是不会对这个单词进行分割 好 那么 这个呢 是浏览器的 默认的一个处理方式 那么我们可以在 CSS3中呢 指定自动换行的一个处理方式 使用这个Waterblock 属性呢 来设置 这个自动换行的一个处理方式 那么 呃 我们首先来看 它的这个Waterblock 这个属性呢 有几个词 好 第一个词呢 呃 是使用我们的浏览器呢 默认的一个规则 默认的规则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规则 不对这个英文单词进行拆分 然后 呃 第一行文字呢 不会用这个符号 不会用这个字符 文字符号 标点啊 这些 好 那么这是默认的这个属性 然后我们来看 第二个这个属性之 KeepAll 那么KeepAll呢 它是表示只能在半角的这个空格 或者是连字符处换行 啊 就是这个 那么支持的话 是我们这个A5 就是A5以上的 那么 火狐和这个谷歌呢 不支持这个换行的方式 呃 然后下一个是这个BreakAll 那么它呢 是允许在单词里换行 那么它呢 是被A和这个谷歌 啊 SARF这些都都支持的 啊 这里打错了 都支持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使用一下子 使用这个 呃 案例呢 来呃 试一下我们这里的这个能不能进行一个换行的一个处理 好 那么这里我们给它 呃 给这个段落呢 P段落 添加一个样式 好 然后 然后 WordBlock 呃 设置它的值呢 那么我们首先来设置这个 KipAll 好 设置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那么因为我们刚刚说过啊 我们就让这个KipAll呢是这个 嗯 谷歌不支持 那么我们可以在A里面测试一下 好 那么把这个文本框缩小呢 好 它会以这个英文的这个啊 半角 半角 半角空格或者是连字符处才能换行啊 只能在这个半角的空格或者是连字符处换行 好 那么这是这个 KipAll 好 嗯 然后下一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BlockAll 那么我们看一下 测试一下Block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 都是 都支持的啊 谷歌或我们 他们都支持 也就是允许在这个啊 逗号或者是这个单词拆分来显示 好 我们重新再入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发现啊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的这个逗号 我们还能不能把它放到前面 哎 我们发现了这个逗号 逗号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前面了 然后下面的这个单词的话 也进行了一个拆分 我们找到刚刚的这个啊 缝 我们看一下 手机 看一下这个在哪里 刚刚有个文字在 啊在这里 那么我们看一下说到这里 好 那么他就会把它给拆分了 我们看到这个单词呢 就已经被拆分了 但是我们在没有设置之前的话 是不能拆分的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work block的一个使用啊 使用方法 进行这个文字的一个自动换行的处理方式 好 好 那么我们来学习下一个 我的 那 那么 他呢是 就是在css3中 来用来啊 用来啊 用来实现这个长单词和url 自动换行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么他的这个使用方法呢 是这个样子 div 然后 water block water wrap 然后black water 好 那么 这个water wrap 属性呢 有两个值 那么第一个呢 是 表示 默认的这个方式来处理啊 只能在这个半角 半角空格或者是连制服的地方进行换行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啊 浏览器在长单词的这个 长单词或者是url地址内内部呢 进行换行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演示一下 那么 我们呢 首先呢在这里先点一个 文道 那么第三 index3 嗯 将我们的这个标题呢 复制过来 长单词或者是url地址 自动换行 好 那么 在这里 抬到 he 好 然后呢 我们找一个比较长一点的这个url地址 好 那么就这个啊 上一讲的这个 上一个支点的一个地址 然后呢 在这里数一个p 好 那么这里呢 就一个网址 我们打开啊 打开网页 看一下默认他对文本对网页的一个处理效果 我们把这个内容缩小 那么我们发现他不会对网页这个网址呢 进行自动换行 不会对这个网址进行自动换行 而是在下面增加一个横向的这个滚动条 来显示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使用我们的这个 我们就使用我们的这个 word wrap breader break word 啊这个 来让他自动换行 让他自动换行 好 在这里 呃 首先呢 这个 选择 选择p word break 等于这个 嗯 break word 嗯 不对啊 看一下 是 word wrap 啊不是 这个 word wrap break word 好 让他自动换行 重新再入 好 这个时候缩小 那么我们发现 他就可以 可以自动换行了 好 那么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点啊 自动换行的一个知识点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好 我们讲了这前面三个 第一个呢 是texture的啊 这个文字的音 第二个呢 是word wrap 啊 word wrap 那么换行的这个默认的处理方法 然后以及我们的第三个啊 word wrap 这个url和长单词的一个自动换行 那么这里呢 长单词呢 我们并没有去进行测试 那么同学们呢 可以自己去啊 测试一下 呃 第四个的话 服务器字体和这个属性的一个设置的话 我们就在下一节课讲啊 下一节课单独来讲 好 那么这一刻呢 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的收看 再见